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足球 中国男足在今天晚上进行了两场比赛 分别是U17亚洲杯的小组赛 中国队和澳大利亚的这场比赛 以及我们的亚运代表队跟韩国亚运代表队的比赛 那么这两场比赛却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都是面对亚洲的顶级强队澳大利亚队和韩国队 那么我们的U17由杨晨率队最终是3比5 输给了澳大利亚队 那小组出现的形式已经是非常危急了 而我们的亚运代表队则在主场是以1比0战胜了韩国队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2010年以来中国队第三次战胜韩国队了 那么相比较而言这三次战胜韩国队的过程当中 高红波那次因为带队面对的是韩国二队 所以说含进量是最低的一次 这次算是排在里皮之后 毕竟这仅仅是一场友谊赛 2018年的世界杯羽选赛的那场长沙之战 中国队在主场1比0战胜韩国队 应该是含进量最高的 那么一个土帅 对吧 帅队结果单场比赛被对手打进5球 另外一个是杨帅带队能够战胜 可以说中国队比较惧怕的韩国队 这场比赛的确是能够集中反映出 本土主教练和杨教练的一个水平的差距 关于中国男足适合在本土主教练带 还是适合外国主教练带 我相信通过今天网上的这个对比 答案应该是非常明显了 或许杨帅也没有达到球迷的预期 但是单就比成绩而言 杨帅的成绩可以说是完全碾压本土的主教练 今天晚上的这个对比还仅仅是这一场比赛 那我们纵观中国男足的历史 对吧 像中国队的话 唯一一次打进世界杯是外国主教练带了 当时大家比较熟悉的米卢 中国各级青年队在世界大赛当中创作的最好成绩是2005年的十星赛打星八强 当时是由德国人克劳琛带领的 中国男足在亚洲杯上的最好成绩是2004年本土亚洲杯的亚军是外教阿里汉率领的 所有的中国男足在亚洲赛场在世界赛场的顶级容易全部都是由国外主教练带领的 而中国男足在亚洲杯上总共只有三次小组赛都没有完成出现 这三次恰恰全都是中国人自己带领的 我们的持录记录都是由本土主教练率领拿下来的 而我们的这种比较高光的时刻则都是由杨帅拿下来的 所以说历史的数据告诉我们如果单就中国男足这个个体而言 那么究竟是本土主教练更优势还是外国主教练更优势 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 那我们再来从细节上分析一下 为什么杨教练他就能带的比中国本土主教练带的好呢 这不仅仅说是杨教练的水平比我们高 还有一些主客观的原因 一个很大的客观原因就是杨教练他的自主权 的确是要比我们的本土主教练更好一些 咱们的本土主帅很多时候受限于足学的安排 可能他的水平只能发挥60% 但是国外的这些教练员 他们受足学的制约相对比较少 可能发挥出80%到90%的能力 那另外就是一些主观原因了 除了大家所熟悉的业务水平之外 还有两个原因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看通过 今天晚上的两场比赛就能够体现的非常明显 对吧 杨晨这次五个丢球里边有三个是我们的右路 被打爆造成的 其实上一场打塔吉克斯坦队的时候 中国队的右路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但是他不改 而我们看到这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奥运代表队 之间的比赛 九二级维棋就吸取了上一场比赛 半场比赛韩国队通过换人 进行了战术调整 把中国队给打爆 而这一次韩国队顾忌丛师 又是半场比赛连换了三名球员 那这一次九二级维棋相对就比较保守了 我前十分钟下半场 我先龟缩在后场防守 然后空到球之后不急于往前 过了这十分钟 等我适应 或者说是看懂了你的战术之后 我再去布置相应的战术 就是外国主教练 他比较会动脑子 比咱们本土主教练 另外一个就是平时的训练方法 咱们本土主帅还是健身那一套 什么练的比别人苦 练的比别人多 我的成绩就会比别人好 但是国外的主教练 相对更相信科学的训练方法 他不是让你埋头苦练 是让你更加科学的去训练 把这个好的训练量 训练时间都用在刀刃上 所以说综合这些因素 看来为什么本土主帅 打不过外国的教练员呢 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们下期训练的教练员 和我们下期训练 语练 我们下期训练